他们都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谁也不愿意冒风险 天知道海水还会不会再来一回 况且受灾的地区情况一定很糟糕 还有发生瘟疫的危险 他们实在不想去受苦 不过当着广平王的面 他们当然不会实话实说 就声称是奉旨侍奉广平王 不敢清离职守 又说上海知府会负责一切的 广平王听得无奈 却也知道不情愿的人 强逼了他去做事 也帮不上什么忙 反而有可能给本地官府添乱 便不再提了 上海如今这位新上任不到两年的知府 原是朝廷精挑细选而来的 无论家事、声望、能力和经验 都是上上之选 做官也很廉洁 更对朝廷忠心耿耿 绝不会是会谋逆的那种人 还与嬴王势力 上海本地世家望族全无关系 保证了独立性 放他在龙兴之地做父母官 皇帝与朝廷上下都很放心 可这位知府的独立性 大概是太好了 跟本地势力完全说不上话 上任之后就一直受他们的牵制 又未能寻得帮手 因此诸事不得顺心 地霸案发 将置顾他的力量打掉了一半 剩下一半 不是忙着为亲友说情疏通 就是躲起来避嫌 反而让他有了施展的空间 自海啸发声 这位知府的表现就十分突出 不畏艰险 做出的决定也很及时 掩埋尸体 消毒防瘟 组织一员一致伤者 搭建临时居所 统一安置灾民 统计损失情况等等 想得很周到 他还命手下属官差役 加强了巡逻 以免有人浑水摸鱼 破坏治安 并命人在海边 用最快速度搭起了望塔 全天候轮班值守 若是再次有大潮袭来 遥望塔上的执勤人员 可以第一时间发出警报 通知百姓到高处躲避 有这样一位给力的知府在 其他官员也都还算老实 广平王觉得 自己大概是没什么用武之地了 他能做的 就是将自己知道的最新情况 用八百里加急送回京中 报给皇帝知道 请求对方尽快出台政策善后 救助灾民 他曾多次对高真与赵秀叹息 唉 我以往总觉得自己还算有用 如今才知道 我不过是个废物罢了 灾难来临时 除了让自己躲好了 不给别人添麻烦 就什么都做不了 高真不赞同地说道 父王觉得自己没用 难道是因为不能亲往受灾之地帮忙吗 父王能做的事 并不在安抚灾民 直到重建这样的琐事上 您尚书皇上 说动他尽快下旨救助灾民 就是帮了大忙了 否则天知道朝廷里那些官员 要扯皮多久 才会有赈灾的粮食与银子下来 广平王苦笑着摇摇头 家定又不是寻常地方 朝廷官员哪个敢在这时候扯屁 我能帮上的忙 不过是让消息能早一步送到京城 皇上下的旨意也能早一日到家定罢了 实在是微乎其微 你也不必安慰我 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 但再孝顺 也不能睁眼说瞎话 高真欲言又止 赵秀便柔声说 王爷不必难过 您的能力经验都比一般人强 之所以有心无力 都是因为您双目不变之故 只要您尽快地把眼睛治好了 想做什么不行呢 广平王听得笑了 这话倒是很有道理 你说得对 我应该更好好治眼睛才对 治眼的事儿 却暂时需要拖延一下 因为叶大夫欣喜灾民 很想要去出一份力 若换了是别的权贵 大概会将他扣下不许离开 但广平王却不是这样的人 难得他身边有人 肯去为灾民做点事 他当然不会阻拦 因此叶大夫留下了 十天分量的药 背着药箱带着童儿跑了 高真拦不住 只能派比山一路跟随 一方面是给叶大夫 做个保镖兼帮手 另一方面也是要看住他 提醒他 免得他十天后忙得昏头 忘了赶回行宫 为广平王复诊 广平王坐困行宫之中 为了不给人添麻烦 也不说要出去的话 更无心寻什么消遣 他每日都要派儿子高真 出去打探外界的情况 也会特地叫人请赵秀过来 向他询问赵家产业的情形 这是在借助赵家的耳目 打探民间受灾的严重程度 赵秀完全没有隐瞒 凡是知道的事都跟他说了 他听到情况不严重的好消息 就开心 听说何处受灾严重 就觉得难过 心情起伏不定 晚间睡眠也受到了影响 赵秀私下寻高真 说 这样下去不行 得给王爷找点事情做做 高真发愁 有什么可做的呢 我也不希望父王再忧心下去 可我虽是亲王世子 却没个官职在身 也不好干涉地方政务 我如今四处寻人打听消息 已经有些不好意思了 知府衙门那边虽没说什么 心里却不知是如何想的 我也不敢十分打扰了他们 免得耽误了他们的正事 赵秀想了想 如今潮灾算是过去了吧 这几天都算是风平浪静的 死者都掩埋了 伤者也都得到了治疗 也没听说有瘟疫发生 情况算是稳定的 我想接下来的重点 大概就是救助灾民生活 以及灾区重建了 虽然不清楚朝廷的赈灾款 几时弄下来 但你我心里清楚 那笔钱是不够用的 我们是不是想些法子 帮忙弄些粮食 被褥 药材之类的 或是筹集善款 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能做的事情还很多呢 高瞻双眼一亮 这倒是个好法子 但他转瞬表情一变 就怕犯了忌讳 赵慧笑笑 哼 又不一定要以王爷的名义去办 犯什么忌讳 王爷素来不好虚名 只要能出一份力 大概不会介意做个幕后之人吧 赵秀有这个念头 并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自从海啸过后 各地受灾情况传来 他想起了现代社会 面对同类事件的反应 就觉得应该为救灾重建 出上一份力 至少得捐点款吧 虽然赵家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但比起一般灾民 并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全家上下 依然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随手拿出几千两银子 都不是问题 当然 做慈善不是这么个做法的 得有个周全的章程 不是说有钱人只要拿钱出来就行 没有可靠的执行人 最后赵家很可能会落得个 花了钱却便宜了贪心的人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一点都没沾到光的结局 那就太傻了 在这古代社会里 他不指望像现代那样 有大型的慈善机构 有专门的银行账号 接受捐款 又或者可以往灾区寄送赈灾物资 采购些粮食用品送去是可以的 但需得找到可靠的人手 能将东西分发到灾民手中才行 可若是贸然派自家仆人去做 说不定还会给别人添乱 影响人家灾区的正常秩序 最好是事先知会过官府 得到他们的允许和配合 还得确保官府的人 不会把东西与钱摊掉才行 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 在这个年代 兴许连施恩百姓这种事 都不能随便做 需得提防有人在背地里 眼红使坏 在他们一个收买人心的罪名 考虑到种种顾虑 赵秀只能先行观望 等上海知府返回衙门 再想办法跟他搭上话 从他这些日子以来的表现看 应该是个挺靠谱的官员 如果把钱和物资交给他 他应该能把东西 送到最需要他们的人手上吧 目前上海知府 还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南汇 赵秀只能吩咐奉贤老宅的家人 依照往年烙灾时定下的章程 尽力救助赵氏族人与县中百姓 赵氏族人都有经验 虽然这回受的损失又更大一些 但人命都保住了 就是万幸 大家先帮官府的忙 把不幸遇难的死者安葬好 寻大夫为伤者治疗 给缺粮的人家送去救急的粮食 疏通水道将积水排走 抢救庄稼 看能挽回多少损失 被海水冲塌的房屋 被积水泡坏的防射 都可以陆陆续续帮助重建了 还有刚修好不久的堤坝 因受了海啸冲击 也不知道是否有破损处 得尽快地派人加固 赵氏族学也停了课 八老太爷不顾自己老迈体弱 带着族中小辈与学生们 四处劝说其他大户出力 救助县中灾民 奉献全县在县令逃城的带领下 所有世家大户富家都出钱出人出力 自救的局面日渐形成 给上海知府省了好大的力气 赵氏一族也开始被公认为 是县中的望族翘楚 世身名门 赵秀得知家乡一切工作 都进行得很顺利 心中也松了口气 不过如今他又有了个新的想法 如果他能说动广平王出手 兴许救助的规模还会更大一些 上海一府既是皇室的原籍 也是赵家人的故乡 故乡遭此横祸 大家都应该尽一份力量 赵家凭着建南侯府的名头 在别处可以做个领袖 在家定却不好越过众多宗室出头 但如果广平王加入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哪怕是为了避免皇帝再次猜忌 广平王不好为自己赢得太多的民心 只能在背后处理 他能发挥的能量 也不是一个小小的建南侯府 可比的 赵秀与高真没花什么力气 就说服了广平王 广平王一直希望能做点什么 如今有了机会 岂有不应之理 他直接问赵秀 秀姐打算怎么做 说是从自家账上取一笔钱 用于救济灾民 你自个儿就能做 也用不着叫上我了 赵秀笑道 网易英明 我是觉得 只凭我一家之力 太过渺小了 能做什么事呢 就算我家财万贯 家里人也不可能让我把钱都捐出来的 但我又希望能尽可能的多帮助别人 所以少不得要汇集群众的力量了 我想上海府这么大 达官贵人 世家旺族都不少 哪怕每家每户只出一百两银子呢 也是好大一笔钱 买到的粮食足够受灾的民众吃了 买来的衣裳被褥也能保证他们今年不受寒风侵袭 说不定还有余力给他们建造新家呢 只是 若没个身份地位 名望都够高的人出面 只怕 未必能说服众人慷慨解囊 光平王略以沉阴 也罢 我来做这个人好了 虽然我是个瞎子 大约还有几分脸面 高真盲说道 父王 若是皇上那边 广平王伸出手阻止了他的话 皇上不至于如此不分轻重 至于我自己倒是无所谓那些虚名 用不着四处宣扬我做了什么 就算那些捐款的人心知肚明 他们难道还会感激我不成 万没有告诉百姓的道理 赵秀眨了眨一眼 其实我觉得 王爷不一定要独个子去做这个事 凡羊王已是明理之人 不如算上他如何 凡羊王太妃也很和气的 我再去说服祖母好了 有您二位贵人在前 祖母在以建南郡公夫人的身份附和 应该不算出格 广平王听得笑了 你这丫头倒是机灵 竟然能想到凡羊王太妃身上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 凡羊王是一定会答应的 凡羊王当然要答应了 并不是因为这件事会给他的名声带来大大的好处 而是因为广平王往京中送集信时 曾提过家定宗室们在朝灾到来之时的表现 凡羊王母子都是其中的正面典型 可凡羊王妃与老王妃就是反面例子了 此外还有许多跟守城门的官兵争吵不休 又或是闹着要躲进行宫里的宗室 皇帝肯定会生他们的气 还不知道要如何责罚呢 为了向皇帝求个饶 他们一定不会另于出点小钱来弥补曾经的过错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广平王总览全局 也负责在背后策划 他动用自己的明帖 命世子高真与几位蜀官做使者 往知府衙门 本地官员 宗室府帝 皇亲贵族 世家大户 等送去书信 邀请众人坐在一起 商量协助救济百姓之事 他建议每家出一笔钱 也可以是粮食 药材 布料 或建屋材料等物资 再由各方面选拔出几位代表来 负责分配钱财物资的使用 各家家主在从旁监督 他还迅速得到了上海支付的配合 知道了各灾区最急需的物资名单 并率先捐出二千两银子 购买粮食与药材 由官府派出差役 用最快的速度送往灾区 分发到灾民手中 赵秀则紧随其后 说服了祖母张氏 也捐出了一千两银子 并六千斤粮食 粮食是他出钱向六房收购的 六房如今生意做得大了 很容易就从湖广等地 采购到足够的粮食 赵秀要买 他们没有二话 八折卖了 转头又再去产粮区买粮 赵秀这头 宣出钱与粮食 那头又派赵游 回凤贤去见赵景 与八老太爷 把族中自救救人的章程 详细写下 再送回家定 给广平王做参考 高真从广平王与赵秀处 得到了指示 亲自前去说服焚羊王 不到半个时辰 分阳王就捐出了 一千八百两银子的款项 还主动将王府 位于南汇的所有控制房产 拿出来 给官府做临时安置灾民的场所 王府养的府衣六人 也被分阳王派到了各个灾区 去救治伤员 分阳王太妃 顾不上去接回 滞留外地的婆婆与媳妇 反而下帖子 请了张氏过去查续 商议两人要如何在家定的贵妇圈子里头 带头捐脂粉银子一事 等赵秀陪着张氏过去跟他见了面 才知道原来他想做的还有更多 分阳王太妃可不想只是捐银子而已 他认为在灾难中 失去父母的孤儿 与失去儿女的老人 都需要别人照顾抚养 而这种事儿 正是他们这些贵妇人 可以帮得上忙的 他们完全可以出钱出人 弄出个跟善堂一样的机构 使这些受苦的人们老有所医 幼有所养 还有受灾的妇人女子 若是失去了支撑家计的依靠 可以利用记忆养活自己与家人儿女 贵妇人们完全可以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纺杀织布编织江系 谁说除了捐钱和买下灾民为奴 就没有别的法子能帮到他们了 赵秀对他的想法十分赞同 张氏则是从未想过还有这样的法子 他素来觉得 救济别人 要么是给寺庙捐香油钱 让出家人去诗州赠药 念经超度王者 要么是像家族内部互助一般 亲友间彼此援手 所有贵妇人们聚集起来 形成一股力量去帮助别人 他以前从未想过 不过似乎很有意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